牙齒是五關門面最重要的部分 它不只是消化器官的一個咀嚼起點 缺牙所帶來的問題 會連帶其他狀況發生 久了以後可能會變成消化不好 或者是臉型會歪掉 或下巴會移動 所以會有蠻大的影響 大家都覺得缺牙是個小問題 其實是個大問題 醫師表示 因為以前國人大家都還不太重視口腔 健康的時候覺得偶爾掉一顆牙沒有關係 然而缺牙也可能是口腔問題的警訊 掉了第一顆牙的時候 你當然要趕快注意一下 找專家看一看 是不是有牙周方面的問題 那如果外傷掉了一顆牙 那是撞擊意外造成的 那又是另當別論 一旦缺牙兩旁的零牙 會漸漸向缺牙觸傾倒 會讓整口齒裂變得更凌亂 齒草苦及牙癮組織 也會慢慢的退化及萎縮 缺牙的處理方法有幾種 那傳統來講 假設我們缺一顆牙齒 前後牙齒 我們傳統來講 我們可以做成牙橋 現在有植牙的發明 對於旁邊牙齒是健康的時候 可能植牙是不錯的 義士提醒 長期不處理缺牙問題 牙周和骨頭不健康 導致牙齒地基不穩固 原本健康的牙齒 可能會一顆一顆掉落 最後面臨全口無牙的狀況 積極處理缺牙問題 避免病情擴大 八大新聞時鐘人綜合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